虫子新剧情中 是否洛英凡拉着自己的徒儿去赏雪景 因为上一次亲手把自己的徒儿杀害 他心中愧疚不已 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弥补遗憾 其实上一世他对自己的徒弟就是无限宠爱 只不过这一世好像更甚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把人伤得更加透 最终虫子第二世对自己的营养欺负 上山拜师想要变强大 因为没有前世的记忆 所以并不知道山上的人对自己的态度都是因何而起 包括洛英凡的宠爱也是让他受宠若惊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仲子长得像 洛英凡应该是不会收荡为徒的 洛英凡对自己的新徒弟百般诚意 亲自为他戴上斗喷 而且还牵着他的手 温柔地告诉他 陆华一定要小心一点 仲子踩在雪地上不由的感慨踩起来真软呀 能够跟师父一起漫步雪地 他不知道有多开心 其实杨超越在本部电视剧里面的造型基本上都很单调 像刚开始就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 后来这个发型倒是变得成熟了 但服装都很一般 这个雪景中的白衣斗喷造型应该是浅剧最美的造型啦 斗喷造型真的很突显人的气质 师父对于仲子的宠爱让他深陷其中 但是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这些人对自己好的动机又是什么 我想如果他知道真相 知道自己被当成了替身 他一定会拒绝这种好 因为对他越好 后面的结局就会怨念 虽然两个人最后还是在一起啦 但是中间经历的一切虫子都很痛心 他会觉得洛英凡一次又一次抛弃了自己 一次又一次背叛自己 洛英凡表面上对虫子特别好 但杀虫子的时候也是好不手软 大家都说这个师父是无情的 惊愤的再加上男配们实在是太好了 目前这个师父真的不具备什么优势 如果他们只是平凡的 普通的人估计会比现在活得更加开心快乐 洛英凡正子漫步雪地 可以说是非常亲密这一次洛英凡对徒弟好 可以说是很不忌惑 因为怕山上的人把虫子认出来 所以改变了虫子的人貌 被发现之后说一人传单 这一次不会再把正子置于危险的境地 可虫子本身已经在危险的地方了 有很多人都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寸 想要除止而后快 洛英凡的选择真的是为他好吗 虫子本身剧情比较套路 演技也很难有代入感 很多次都看不到杨超越的眼泪 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被滤镜埋了 表情丰富但体验浅 尤其是父亲走了 还有被师父所杀的那些灭心的戏份 情绪都还不够 所以很难打动观众 当然也有值得盛可的地方 杨超越颜值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幕鞋经也很美 音乐比较加分 大家有追剧吗 我们下期再见